全球戒備的變種病毒Omicron 截至上星期六本港累計確診14宗 近日更出現手中流入社區的個案 患者是36歲國泰貨基本地機師 是獲豁勉強制檢疫人士 他上星期一由美國經航班CX-2071說 在機場檢測結果沒有染疫 之後回到油麻地住所 繼續接受醫學監察 他曾經到區內的食肆和超市 他上星期三到流動採養站進行強制檢測 結果顯示他確診 衛生署之後進行全基因組測罪 上星期六證實他帶有Omicron變種病毒 患者居住的油麻地長興大廈 在他確診的第二天強制檢測 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但大廈居民仍要進行多六次強制檢測 有證圈人士說 本港和內地初相恢復通關多時 準備工作亦進入最後環節 有傳月底前可通關 但現在就有新變種病毒個案進入社區 擔心會再新變數 東網記者黃銘桃報道 東網記者黃銘桃報道 有傳診法 現在採用了 還有一段時間 今天我們有傳診法 這件事有關 在這件事有關 現在是跟九龍桃報道 有傳診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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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傳診法